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參觀布爾多地區 大概是最有名的紅酒生產地方 它叫上天秘隆 這邊一共有800個以上的酒莊 然後呢有很多歷史的建築 廢話不多說 今天就帶大家來這邊走一走吧 Centemillion位於布爾多東邊345公里 它是布爾多右岸重要的紅葡萄酒產區 這座中世紀古城 擁有悠久的釀酒歷史 每年都吸引約100萬從世界各地來的遊客 來這邊除了參觀歷史悠久的古城之外 當然還有這邊數不盡的酒莊 等一下我們也會選兩家帶大家去參觀喔 所以我現在在的地方是一個12世紀的修道院 之前的針魚呢都會已經住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釀葡萄酒 我們在這邊看一看 最好是這張文章 在我身後呢這個塔呢 它是本來在13世紀的時候 原本呢也要蓋成一個城堡 那因為不曉得什麼原因 後來整個建築的過程就中斷了 那現在就變成一個高塔了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上去這個高塔走一走吧 好警告 高塔 資訊 низ着 快 Π 可以 到 我們就帶大家來 Saint-Meignon附近的一個酒莊來參觀一下 其實這個呢 這邊是兩個酒莊 那兩個酒莊其實都是同一個家族所擁有的 其中一個酒莊叫做Château Quazier 另外一個酒莊叫Château Valladol 那我們今天呢就看看這邊酒莊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出發吧 這次來Saint-Meignon剛好也是整個產區的開放日 當天該產區的大部分酒莊都會對外開放 而且很多酒莊還會安排餐車 還有免費的導覽行程和品酒活動 La Quazier酒莊這次安排的導覽帶我們參觀他們的新舊酒莊 因為新酒莊跟舊酒莊用的釀酒設備不太一樣 因此兩個酒莊生產的酒都有他們各自獨特的風味 品酒的解說人員都非常親切 酒莊一般來說也不會要求品酒的人買酒 所以建議大家多利用開放日的機會來參觀酒莊 我之前也有做了一集開放日的影片 裡面有很多如何取得開放日訊息的說明 我會將影片連結放在說明欄裡 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參觀 有一個酒莊 一樣在上菜命中旁邊的另外一個酒莊 它叫Château Présac 那它裡面的城堡比剛剛我們早早參觀的那個還要更壯觀更漂亮 那酒有沒有比他們那個好喝呢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出發吧 現在Presac酒莊開放日的安排跟我們剛剛參觀的上一家酒莊差不多 他們也是安排一位導覽帶大家來參觀他們的葡萄園 還有他們釀酒的設備和葡萄酒的成年過程 最後會帶大家一起品嘗他們的紅酒 品完酒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直接跟酒莊購買 最後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Centemillion市區裡面最高的教堂 這個教堂是可以上去參觀的 想上去參觀的朋友可以到教堂旁邊的觀光局辦公室拿鑰匙 參觀費用一個人是2歐幣 另外喜歡騎腳踏車的朋友 觀光局也有租車的服務喔 又拿到鑰匙 好啊那這邊就是Centemillion最高的高塔 我們稍早呢是在另外一個場下 現在我們到最高的高塔 要跟這個紅山有更高的 那希望這次大家喜歡我們這個Centemillion的一個日行 然後我們也參觀了幾個不同的酒莊 然後也品種不久 那我們今天先這樣子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